大家好 我是大雷 今天又来新房子这儿了 家具已经安完了 包括抽油烟机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衣帽棍 顶上那个有成魔没死 撕掉的话它就是 这种伞 这个样子 没有这个呢 纯色的 然后这个侧面 我也让它又加了一个这种伞的板 因为这么丑 我觉得这边侧面有点不太好看 还是一个整体 就中间的位置 让它变成这种木纹 这是衣帽棍 然后再就是厨房那边 厨房的厨柜都已经安完了 上面是白色的 下面是这种颜色 有点深灰吧 抠手是在这儿 这么直接抠开 这样的 顶上那个大理石还没安呢 这是抽油烟机 然后这个边上的位置 也是用棍包上的 这打开里面有格 这个我记得是一个下水管 厨房的下水管 包这里头了 然后这边也是 是一个这边好像是燃气管 在那个位置 也给包上了 这里面可以放一些简单的调料 啥的 我用的是美帝的一套 燃气罩和抽油烟机 燃气罩它等天气通了才能开 才能安装 所以说下安的这个抽油烟机 所以说下安的这个抽油烟机 我用的是美帝的 这个叫 X3S型号 灰手感上的 哎呀 电让我拔了吗 电拔了 我给它插上一下 插上吧 通了 看了 灰手感应的 这是一级锋利 然后按这个可以调 三级锋利 八级锋利 就变成一级了 可以关闭 然后它有一个蒸汽洗 可以洗这个抽油烟机的 顶上是这样 跟它对应的这个燃气罩 这个是Q7几吧 还是Q67好像是 这个型号 在这儿了 Q67 这个还没安呢 然后这底下是水盆的位置 口都已经开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是洗碗机 这个地方是微蒸烤一体机 也都是选的美帝 感觉性价比最高一些吧 接下来看酒棍 这酒棍也安完了 它一开门就会亮灯 但是现在没接电 好像是不会亮 唯独好像就是这个地方没设计好 这个边最好是能给它跟这个墙一平 嗯 然后这整的有点凸了 整体效果还行吧 有灯就好看了 有灯可能就好看了 就先这样了 没有之前设想的好看呗 对对对 怎么都这样呢 就还是得看整体啊 那都是有点遗憾 怎么都有点遗憾 我都说了 就里边那个灯啊 就感觉怕了 谁照秀都得有遗憾的地方 谁照秀都这样 所以就不要纠结了 放个书啊 放个摆架都好看 嗯 接下来再看看次卧 次卧 次卧它这个地方 它缺了两个柜门 这个柜门它尺寸量错了 然后要回厂重新给我订一下 然后这是安好的样子 顶上它也拉一块板 正常顶上那地方有点封死的 嗯 再就是这是一个学习桌 嗯 也没有别的什么 这是一个床头柜 这地方准备放一个床 然后这边有一个空 就是那个窗帘的位置 接下来这个是主卧 主卧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点的 嗯 这是床头柜 然后我给它打开 啊 它就是正常的衣柜了 嗯 里面都是这种 嗯 木儿的 打开了 看一下吧 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侧面 侧面就是 从这个地方开个门 哦 它里面有一层一层阁的 放个女士的包啊 或者是一些简单的小东西上 都可以 啊 平时可以扣上 也不显得乱 开门进来瞅的话 也瞅不到 还差一个电视的这个棍儿 电视这个棍儿吧 还没到呢 嗯 包括这个地方有一个小棍儿 嗯 都没到呢 它到了之后再安 昨天我跟女朋友 昨天我跟女朋友 昨天我跟女朋友